很多花友呢喜欢看我的一些个 花友们寄过来的花怎么救活着了那的 很多的花呢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救的 你像这些个就是了 很多的花友也是说 你看我这个花都这样了 还有必要去救吗 其实这种就没什么必要了 这个我们之前呢 是把上面的一些个有用的枝条 就像这种比它再长得再壮点大一点的 我们都已经剪下来 作为一个牵擦了 像这个土呢还是可以用的 有的花友说 养花死掉的土可以用吗 当然了是肯定可以用的 你像我们的话呢 是直接先挣到外面给它晾干一下 晾干之后呢 我们再用搅拌机去滚滚滚 之后把这个土去筛选一下 把那些个不要的一些个渣渣弄出来 我们会进行曝晒 或者是让它自然的那种晾几天 还可以直接去用 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呢 这种土是不能直接用来去牵擦用的 我们牵擦的时候还是会用一些新土 这种旧土的话还有一定的美菌 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盖才这个点 有的花友呢 发挥了咱们这种传统的一个精神 我怎么样去杀菌 两种办法 一个呢是物理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是一些个化学办法 物理办法呢就是高温啊 是吧 您可以在微波炉里面放了个半分钟 或者说阳光暴晒 晒它一个礼拜 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的一个发酵啊 就是你比方说 用塑料袋弄起来放在太阳底下 让它再度的去发酵啊 啊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这个时间要长一些 那简单快速粗暴的办法呢 就是放一些个药 你像多菌灵啊 戴神猛心啊 还有白菌青啊 你可以多几种杀菌药一起办了办了 它照样可以用 并不是不能用 好了希望花儿们也要盖在这个点 养花没有不死花的 我们大棚里面 每年都有10%到30%的淘汰率 一袋子一袋子的肉 你们才一盆两盆的死 放开你的心态啊 养花就是个玩儿 我老花一 养花最上一 白了